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诚欢季6月开拍,女性励志题材,男主将是你们熟悉的男神! 杨子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,不仅长相甜美,气质清新, 而且演技实力也是非常细腻和纯熟,这些年也是佳作不断, 给大家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,就拿去年来说,就贡献了余生, 《请多指教》和《陈香如谢》两部超级热剧,杨子的表现也是非常出彩, 都市、古装类型的角色都能完美适配,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 并且,杨子这些年作品的产量也是非常多,在《要久久爱》刚杀青不久, 杨子下一部即将开拍的新剧又浮出了水面,杨子在参加活动接受采访时, 就明确表示将会在6月份进组新剧,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剧名, 但从各种消息综合来看,杨子的这部新剧或许就是盛传已久的成欢季, 而这也是杨子继余生,《请多指教》后,又一部非常分量的都市剧集, 电视剧《成欢季》是改编字一书的同名小说,以当代母女关系的成长和变化为主线, 讲述了一个以亲情为桥梁、平凡女孩独立奋斗的新时代女性励志的故事。 原著里充满了对于亲情、友情以及爱情等多维度的思考, 以及在亲情之下,新时代的年轻人面对人生的抉择和奋斗,极具现实意义。 而杨子就将出演其中的女主麦成欢,一个自幼品学兼优的平凡人家出身的女孩。 在步入婚姻殿堂之际,却陷入了母亲和婆嫁的拉锯战之中。 一场关乎于母女之情和爱情的考验也就随即而来。 这个角色和杨子以往作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, 特别是处理婆嫁和母亲关系方面的代入。 对于杨子也是头一遭,但好在杨子的演技实力摆在那, 相信在精准把握角色后,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独立、自信, 且能完美解决家庭纷争的角色出现,非常让人期待。 而此番将和杨子搭档的,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男神级演员徐凯。 一位有着非常帅气阳光的外形条件,且演技也在不断打磨中变得越发纯熟的人气小生。 这些年主演的作品《千古绝尘》《爱的二八定律》无一例外的,都成为了当季热剧。 比起杨子、徐凯对于家庭、婆媳方面的理解和经验或许要来得更多一些。 毕竟去年刚刚搭档杨幂主演了《爱的二八定律》,两位在古装剧里堪称严霸的演员。 此番合作这样一部聚焦于家庭、母女以及婆媳关系的作品,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。 徐凯和杨子的组合,可以说是要颜值有颜值,要人气有人气。 演技也是能够匹配,彼此的CP感也是非常在线,绝对的双A组合。 据悉,该剧除了杨子和徐凯外,还有着多位实力派演员的加入。 这其中就有年轻演员许凌月和牛俊风,以及何赛飞、吴燕淑等两位演技派。 演员层次感分明,各方面的实力都非常有谱。 许凌月和牛俊风虽然年轻,但却是公认的演技实力型演员,不仅都有着非常高的颜值。 且演技实力也非常在线,尤其是牛俊风,对于此类题材更是非常擅长。 有它的助阵,无疑让整部剧集的看点和实力大增。 并且,该剧的整体制作水准将非常高,因此后期必定还会有更多的优秀演员的加入。 成欢记的整体配置也将更为的优秀和精良。 对于杨子而言,这又将是一部非常有望出圈的作品。 当然了,最终的开拍时间以及演员阵容,还是得以官方宣布的为主。 不过只要有杨子和徐凯在的话,成欢记必定不会缺少关注度。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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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